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米老鼠说电影 今天的电影名字叫做《奶牛们的毕业季》 在这个世界里,学校就像奶牛的饲养场一样 出来的这一天,就是毕业的这一天 毕业班的奶牛们乖乖的,坐在礼堂里 他们今天就要接受分配了 分配的原则很简单 谁的产奶量高,奶的浓度高 谁就能被分配到好工作 女主小美也坐在里面 这一天小美还是非常不舍的 她不想离开自己的学校 想起自己曾经在学校的生活 那是相当的快乐 由于高度自律 小美的产奶水平位居全班前三 她坐在礼堂里,听着台上校长的激情演讲 结束之后就开始分配工作 有的人被分配到了农场里 其实农场里的工作也不错 每天上次太阳溜溜弯 然后定时定期的产奶就好了 完全没有生活压力 下一个轮到分配的就是小美的好友娜娜 其实前段时间,娜娜的压力很大 她的产奶水平一直位于中下游 所以她特别担心,不能分配到好工作 而热心的小美也帮娜娜开启了很久 她却娜娜要放宽心 娜娜的心情开始慢慢的好转 追逐娜娜被分配到了动物园 这一直是她心仪的工作 有的人被分配到了斗牛场 成为了职业斗牛 然而也有人被送到了三流斗牛场 简单来说就是街头一人 这还不算差 在上面就是肉质松散 而且基因也不好的牛 这样的牛最终都被送到了屠宰场 终于轮到了小美 其实小美之前也很不容易 她每天都要早起锻炼 吃饭的时候 除了优质清草 什么零食都不碰 渐渐的小美成为了一等奶源 等待她的僵尸光明的前途 而当校长宣布 小美的工作时 全校都惊讶了 因为小美被分配到了一家 全国知名的咖啡牛奶公司 台下的同学为她欢呼 就连来参加毕业敌礼的父母 也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下期节目同样精彩 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哦